哈嘍,大家好,我是阿斯 喜歡我的頻道,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IG,FB,Twitch,BZB還有Discord 好,今天要介紹的這個人物 就是神魔之尊傳當中出現的人物 叫做方雲 那方雲是誰呢? 方雲就是寒無殺所辦的一個人物 一個假名 有玩過神魔之尊傳的人 應該對他有一點印象才對 雖然他的戲份超級超級超級少 因為馬上都被戳破身份了 然後就變成寒無殺了 但是他變成方雲的樣子跟寒無殺的樣子 其實基本上是一樣的 沒什麼變化 為什麼我這麼說呢? 來 這一張就是神魔之尊傳當中的方雲 OKOK 好 那 這個是 索遊的方雲 有沒有 原本的方雲跟寒無殺 基本上 就是一樣的 長得一模一樣 然後他是長這樣子 那索遊的是長這樣 有沒有 差非常的多 差非常非常的多 好 放在這邊 好 然後所以說 當初在 官方有說一個女角 應該就是指 方雲 我們還在那邊猜什麼太虛金仙 然後 年輕化版的太虛 或者是劍魂池 啊 理人化 錯了 你們都錯了 就是方雲 有沒有以為 寒無殺已經有出了 不會再出一個 不會再出方雲這種這種人物了 結果 欸 還真的出了 好 好 那 索遊把他加 加了一點東西進去 了 好 他就是原作中的 方雲 好 那 方雲之名他有介紹 是說 若你認識寒無殺 切身也不 也不瞞著你 切身的的確確是隻千年蛇妖 化作人形 不過是因了盟主之願 潛入四巷門 用生魂戀陣 於是切身變為西域胡姬 在一家無仿當頭牌 方雲是那家店老闆給切身起的名字 不過 對切身來說 這不過是一副偽裝 名字倒是無所謂 嘿 無所謂 好 這是他的招式 看 呃 是雷系的語式 不過 當然啊 你說他正不正 當然還是做得很正啊 那你看他模型 欸 你還會抖 你看看 會抖 短髮 短髮最讚的 那短髮吧 欸 不是短髮 不是短髮 我看錯了 欸 對啊 他模組是短髮啊 帶一點 那個 幾根長髮 好 不過是絕品喔 OK 大家卻認真 細細想了整夜 取名給切身 只希望切身 不要炸彈他招牌吧 人類就是如此 對待一個賺錢的道具 還假情假意取什麼名字 不過是一層虛偽的遮羞布 不過啦 在神魔至尊傳當中 的確沒有特別交代方雲這個人的來歷 啊 手有幫他補進去了 好這邊有重點喔 腰就是誠實多了 不管達官富貴還是低賤乳屋層 吃人就是吃人 無論三六 三六九等 不過是我肚子裡的一餐霸 這邊我需要跟大家講一下 我印象中在還神節的時候啊 的寒火殺 其實並沒有害人命喔 他只是吸取一些 人類的陽氣之類的喔 我有點不確定 但寒火殺是沒有害人的喔 他只是從人類生產吸取一點 金魄之類的 但是沒有害他性命 如果有玩過黃神節的朋友們 我有講錯的話告訴 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我記得是沒有啦 我記得是沒有 好 入四象門 四象門的高四金 那薩子建設就忘了一切 只用了一些小手段 就讓他服服貼貼 他的眼底鑽滿了貪欲 和曾經台下拋清指引的男人們 如出一測 好 不過上一年兩語便可 將四象門玩弄於鼓掌之中 據說那高四金 呃 到處說切身是妖女 一切禁毀於切身之首 欸 啊這段話是怎樣 可笑世間多之無道之人 怎麼會怪在奴家身上 這邊應該也是家的啦 更好看切身倒覺得他也並非什麼好人 OK 不毀 這邊應該是 OK 封寒月一任 讓切身千年修為毀於一旦 切身怎麼會輸給一個凡人 在消散之前 切身聽子發 聽子法女子探襲 好 他可惜切身 步入魔道 損失千年修行 這應該是指封了 然後封寒月那把就是珠刃血劍齁 珠刃血劍齁 珠刃血劍 神兵齁 在聖墨之珠傳的神兵拿到的齁 神兵那一幕拿到的 那 用珠刃血劍可以破 哈姆沙身上的三破鬼眼 不過通常啦 你不會拿珠刃血劍去破 哈姆沙的珠刃 三破鬼眼 因為你要拿珠刃血劍去和天都水月 所以通常會用夏侯儀 跟上官員的武器去打他 就是火炮槍跟那個 夏侯儀那個武器叫什麼名字 我忘記了 對 可以把他打死 好 那你就可以保下珠刃血劍了 切身本可以修成正果但放棄 可是切身不曾獲悔 像因潛雅盟主那樣表裡如一的坦蕩之人 畢竟人間少有 為他的願望犧牲 切身不悔 兇殘擬惡 擬惡是蛇類的天性 難道就不是人的天性嗎 聽了芳雲的故事 少俠們對芳雲的看法會不同呢 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內容 我們下期再見 呃 老實說 在皇神前當中的諸聖 高七 寒無殺 基本上啊 他們都不算是一個 就是 我要怎麼說呢 就是 他們其實沒有多害人命啊 諸聖 諸聖 其實有 但是諸聖有說 他只是一個 呃 那個 他是盲金 不是盲金 那個 白元金啊 白元金 他收取錢財嘛 那他不懂這些人 人型的事故 但他有跟印象的道歉 那 寒無殺 我覺得寒無殺是裡面 最沒有害人命的人 他只是吸取金破啦 我印象中是這樣 那高七呢是 高七是無奈啦 高七是因為他的愛人清廉 上吊自殺 所以才變成那個樣子 又被 九月天尊之劍中的吃油 給操控 猩猩 煞性啊 所以做出那些事情 然後 當高七被陰千羊擊敗的時候 高七就有講說 跟陰千羊講說 你殺了我吧 可是陰千羊沒有殺他 好總之就是這樣子啊 我覺得 在 在沒 在不 在人類的 這幾 這個世代之中 沒有動物不可憐的 我 我只能這麼說啦 好啦就是講太多了 好 跟大家分享一下 總之我們 神魔之尊傳會出的女角是方雲 OK方雲 那我們看一下明天會不會介紹他的技能囉 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們IG FB Twitch 還有Discord 感謝各位今天的收看 掰掰